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子那这根笔太贵了 我建议还是买英雄 真的不骗你们 长度反正是一样了对吧 然后还是先量一下 对吧 无印我后面会做一根标准笔 你们以后去看你们大概也知道 看那根笔大概对比一下 你们就知道多大 那笔无印短这肯定的吗 因为怎么说短钢笔 短钢笔的话 下来颜色上面 它整根反而还是不修钢了 这个是肯定了 另外的一个粗度 反正就跟Marvis是一样的 就是它会比Marvis粗一点 对吧 只有比长钢 因为上次那个Marvis 比无印还要再细一点 记得的话 但这个的话你看就粗很多 但这根手感会更好一点 短钢的手感拿起来更好 而且拿起来就怎么讲 又有把玩性又有实用性 而且一样非常轻 还是一样 跟那个无印一样 可能也是轻一半左右 但另外一个我不知道 对吧 而且这个卡榫 M70的我没有 我就不确定没法对比了 然后就反而拿起来 反而还说OK 这个卡榫应该 而且它08年应该改良了不少了 再加上面这个宝石对吧 打一下灯 看一看 你看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这根笔 因为里面也给你们看一看 反正里面 哎呀 其实上次长钢 你看里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对吧 基本上就 对就这样子没了 反正就是那个宝 你看到那个宝石透下去 反正那个不是宝石 肯定也是塑料了 只是弄的好看一点 然后这根笔呢 是还有哪一个地方呢 打开一下吧 我们 然后这个卡榫 就卡榫这个地方 刚刚讲过 不一样嘛 对吧 呃 里面反正也就那样 然后这里打开的时候 你看到 里面是个有个塑料 真的做挺薄的 然后里面 打一下灯给你们看看 对 所以这根笔的工艺 非常的惊艳 然后这个吸墨器 对吧 也是宝石的 你当时看不到里面储墨量 但是我觉得储墨量 是一个非常没意义的 光幕上不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功能 然后整根 所以就这样子 那个反正我就插着好看 那好 下个部分 但这根笔非常的惊艳 也是一样 我并不打算上墨 然后笔舌的话 笔舌肯定这个不一样了 但这样笔舌 这一体间 这一体化这种美感 对吧 呃 我觉得纳米2000 其实也赶不上 它的一个一体那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出来 就很太精致 我觉得 而且一拿上去就是 怎么讲呢 很有身份 纳米2000的一个 第一个 我觉得差别在哪 它的设计感太强了 就是2000的话 2000一对比 第一个2000其实也很漂亮 但是2000 呃 怎么讲呢 它更像男生用 但这一根就不一样 这根男女就很中性 啊 真的不知道怎么夸他了 真的 而且上面的这个 就发射 呃 发射了这个 对吧 就放射了一个 呃 放射拉斯文吧 然后再加一点小导角 我这个比当时的设计是真的很厉害 我不知道是谁了 反正这根笔真的是 算是我头五只最喜欢的 这肯定长钢的不一定是我前五 但这一根一定是我前五 呃 然后但是我现在还没能选出 就是说我喜欢的前十字钢笔 这实话 因为我喜欢的钢笔真的不多 像帕克的那个四季 对吧 就那个Doford 其实我觉得挺漂亮 或者像waterman的那至尊 呃 也漂亮的很特别 但是没什么感觉就是 好 那个不说那么多 一样沾水 然后跟无印的这根对比一下 啊 但是有点不喜欢 就是我每次用一定是这个 还有什么短钢笔 你们有推荐的 下面留言给我一下 我不知道有什么短钢笔 也就是我是说那个白乐的 因为我不太分得清楚 短钢笔是一个系列 还是怎么样 有一个什么elit 就e-l-i-t-e-l 是它是一个系列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真不知道怎么搜索 因为我买笔 大部分是在国内买的 呃 啊 呀 那个 呃 张张默了 好紧张 这 你看张呐 但出息可能有点差别啊 当然大家不要介意 但是这个真的好差 而且拿下手感 而且怎么样 呃 这个先写一下写一下 哇 这 这笔 我我个人觉得就这么讲 我还是喜欢用比较硬的一个笔 就真的 我真的是喜欢用硬笔 我不太喜欢用那个软笔 然后那个写一下无印的 可能它没有那个Malpha C 但是我这两只应该都是呃 呃我我我这一只是F间的 我这一只 我记得那个卖家跟我讲是F间的 所以就 而且这根是全新的 直接被我这么撞磨 Malpha C 那根不是二手的 哎 就这样子被我玷污了啊 这根笔 哎 因为这个词好像不太好 啊 那个写下一个比较容易化开的纸 嗯 样 那那个 对吧 Pi 哎 每次 嗯哼 M90对吧 然后FNIP 哎 这只每次往上弹 可能真的要按的还是好一点 那再写一下 那个什么的 木槿的 你看就F间就这这真是纸质问题的 正常笔波这样子了啊 然后也是FNIP 但其实你看到呃 差不多会白热的会细一点 但人家跟我说是这样子 白热的出笔算是墨水出就出墨量还是比较大的 就比起那个塞了的或者是白金的 呃 但我不确定了 因为那两根笔说实话 并个人来讲并不太打算买 但这笔用了 有点不好擦 我现在看已经有点黑了 你看着 就不太好擦这根笔 然后后面的已经有一个小印了啊 就我用过以后 我等会看一下能不能洗呃 洗洗干净一点 然后再把它收回来 呃 这样子 反正就我一开始想买一根M70做不用 结果后来发现不行 这是我比较伤心的一个地方 但这个用起来 呃 个人来讲日用 我还是喜欢用干间 然后签字我喜欢用金间 因为干间这个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笔子刚一写真的感觉非常的惊艳 所以就喜欢的朋友我觉得值得买值得录 但是你呃真的买干笔的朋友吗 对吧 我建议是这样子 呃你真的蛮喜欢的 你就就要买就买那种你不打算卖的 对吧 你如果打算卖的就千万还是不要买 因为干笔是一个西洋产业对吧 如果你真的还是我不建议你投太多钱 你还不拿那个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回去刚刚那个我忘了讲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 因为是这样子 我个人习惯就之前不是说百利金的那个就那种挖草吗 对吧 其实很好 对吧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日本但是那个有一个问题 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呃我拿一下那根笔 这根也是我比较常用的 因为日用用干箭 你看这里 我觉得是要笔身要够粗 然后这个弧度才有用 如果笔身像这种细的无印或者这类的 还是要这样子 有点糊这样子下来会好拿捏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是最近用的一个速写感受 因为我用钢笔不到一点 呃 所以就反正就呃 我也不是一个非常那种就完全的早期那种钢笔出生 就比如说万宝龙第几代 我也我也分不清 我也没没打算去理解 我只觉得说呃 我一直颜值或者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story 他的故事的一根钢笔 让我觉得喜欢 这才是我选我买不买一根钢笔的一个理由 这样子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啊 那那个这根笔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啊 订不订阅随便你啊 呃 不喜欢的就是直接点个不喜欢 我我我我还没收到收到过一个unlike 你们不介意给我点一下 我还想收一遍看一下有什么反应啊 那个就今天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